诶 发现皮卡丘了 各位看到吗 我已经抓到皮卡丘了 不好意思 其实世界的玩法不是像刚刚那样 他是错误示范 好 今天这个影片呢 基本上来讲 我不知道那个 都市传说有没有人听过啦 也不算都市传说 这是秘技啦 Pokemon GO的秘技 如果说你不想选 小火龙 剪极龟跟妙药种子的话 一开始在选这三只的时候 你就故意都不要选 一直忽略 一直忽略一直忽略 忽略到最后呢 其中一次就会出现皮卡丘 就可以一开始就抓皮卡丘 一个 神奇宝贝黄版的概念 还是要在这边呼吁大家一下 就是玩归玩呢 走路 走路看路 并且注意路况 而且出现宝可梦的时候呢 手机会震动 所以可以不要一直看手机 不要当 恐怖的低头族 已经有出现 急起车祸了 所以大家还是注意自身安全 不要玩过头了 那除此之外 这影片还要就是顺便 跟大家讲一下 最近呢 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好像没有字幕 会看很吃力 那我不知道是我讲话不清楚 还是录音录的不清楚 不管 最近我应该都会花时间把 把所有的影片呢 上一下CC字幕 那CC字幕怎么开启呢 影片的大概是这个位置吧 你看这个位置 对对对 这位置会有一个小小的正方形 那你只要按这个小小的正方形呢 如果有CC字幕 就这样啦 各位看 我到现在呢 还是只有一只皮卡丘 所以我要去当神奇宝贝大师咯 喜欢我的影片呢 可以点个喜欢 想要看更多 没有建设性的影片呢 可以点个订阅 那 我有粉丝专业 可以到Facebook搜寻J克斯 或者是 你觉得影片有趣呢 就跟我把影片分享出去 是的 那如果想看字幕呢 抽编啦 这边也有CC字幕可以看 点这边 有个正方形 你就可以点开CC字幕 我是J克斯 拜拜